字幕製作人數不足 字幕製作人數不足 大家好,我是DigiBeltics, DJI Jason 我是DigiGеленews 今天有什麼更新吧 周年資訊我會分成上、中、下、三部 分別是第一部的合作資訊 然後現在已經在看的周年活動和更新資訊 還有最後的受審化和改的部分 那我们开始吧 22.0版本更新 第一是训练冒险新建加重置 改版后将会新增10关 能够获得25颗宝珠 另外重置通关奖励和奖励关卡 总共可以重新获得152颗宝珠 也可以趁奖励关卡重置去充一下等级 如果你刚开新账号 那请尽量在改版前通关 这样你获得的宝珠量会直接翻倍 刷经验的时候也请准备好经验家的探险点 学习资历和任选拟的效果 让你获得最高的经验值 第二怪物箱上限提升 由6200提升500到6700 第三换回令效果更新 原本的设定是不能在新的超宝空爵使用 现在改成就算是最新的关也能换回了 方便大家刷运 第四是多人游玩中断连线补偿 原本是如果断线的话是不能重新连线的 现在虽然也是不能重回房间啦 但是会额外给断线的玩家自己游玩的机会 详情还是要等官方宣布 并下面写的只有9对者可以获得奖励就很奇怪 另外还有运箱 多人额外掉落等的问题需要调查 再次是8周年的活动 第一等级转弹 达到88和88等会有各自一次的转弹机会 保证6星但不包括限定 活动时间是10月10号的凌晨4点到11月10号的凌晨4点 第二免费会员体验 时间是10月8号的凌晨4点到10月15号的凌晨4点 第三神殿活动 活动时间内100%会出现乱入关卡 简单来说就是保底给你额外一颗金果 活动时间是10月4号到10月10号 首次出现时段是10月4号的中午12点到1点 看样子是每天一个小时的类型 10月10号之后就不会有了 但是往后还有机会会开同样的活动 抓紧机会刷果吧 历史战行解放任务 通关霸者字塔 未开支大地 禁忌之欲 各自任何关卡10次 就能够获得4本不同战型书 最多12本 活动会在10月举办 不要浪费这个好康 至于有没有实用时限 就要等官方公布了 第58周年度人转蛋 10月8号12点开始 机制和以往一样 只不过这次每人都可以选择两个不同属性 当然两个属性也可以是相同的 如果有新手不太懂这个东西 我建议你点一下影片右上角 那边会带你去看我订阅部 专门讲座年转蛋的影片 而第6 8周年人气投票转蛋 跟以往的英文一样 只是角色词增加了 投票已经开始了 不要忘了 毕竟还有额外送一颗宝珠 而第7 迷之转盘 和上年的大师宝珠一样 不知道详细内容 不过看图片就有50 100 150个宝珠 然后龙头乘以5 三格和乘以三一格 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安慰奖的道具乘武的格子 不过也是个蛮值得期待的活动 慢慢等吧 这是学生号怪的news 18周年周年活动和更新资讯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订阅影片 别忘了订阅和订阅和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